歡迎收看游熊老師配音教數學 那我們在前兩集 介紹了圓跟這個切線 那麼在這一集呢 我們要來介紹圓裡面另外一個很重要的知識 是旋 旋跟這個旋心句 那大家在接下來的課程裡面 養成一個習慣 就是看到旋就來取它的旋心句 就好像我們在前面說 看到切線就怎麼樣 如果這裡是圓 這裡有條切線 看到切線就 把這個半徑做出來這一隻腳 那一樣的動作呢我們看到旋呢 就養成習慣 這個旋心句是什麼呢 他顧名思義 是這一條旋 跟這個圓心的距離 那我們圓心是一個點嘛 所以點到直線的距離是點到 這個直線做垂直線 這條紅色線的長度 就是所謂的旋心句 那這條紅色線的長度有什麼用呢 仔細留意一下 就是我們很容易會發現怎麼樣 這裡如果拉起來的話呢 這是半徑 那這是懸長的一半 這樣這個旋心句就可以求出來了 透過必死定理來求 可以做一些應用 那很多那個學生很容易在 剛開始學的時候 有一些失誤 他尤其當那個 題目故意幫你把這條線拉到這邊來的時候 很多人會忍不住要去拉這一條 那這是不對的 旋心句要連到圓心嘛 所以他的直角三角形其實是這一塊 那我們從旋心句裡面認識一件事情 就是說在同一個圓裡面 旋心句越長的那條旋就越短 那這個就可以利用 我們剛才這個必死定理的角度去分析 就是說 就是說假如說 旋長叫L 旋心句的長叫M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M平方加L平方是R平方 同一個旋裡面 半徑就固定啦 半徑固定的話這個R平方是不是就固定 那這兩個合起來要是 R平方嘛 他們不是乘反比啦 因為不是用乘的是用加的 但是那你就可以知道因為都是正的嘛 這都是正數 所以他越大他就越小他越小他就越大 旋心句越長的旋好 假如說我今天有一條旋在這個圓上 是這一條 這一條比這一條但是短很多 那這樣子的話你對 你用圓心對他做旋心句 這條咖啡色的線就會比這一段 要注意我剛才說 旋心句其實只有 上面這裡而已 這條咖啡色的線就會比這一段 那紅的還要 來得長 那你就會發現他的旋比較短 那反過來說如果我今天有一條非常靠近圓心的旋 就這條藍色的線 好 如果我有這麼一條旋的話呢 那麼 圓心到這條旋的這個距離 就會發現非常的短 然後這條線就會很長 這條線就會很長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旋心句 那旋那我來帶來一個問題 一個圓裡面最長的那條旋是什麼 一個圓裡面最長的那條旋是什麼 那 應該都知道吧 最好那條旋就是 如果我把這條線再往圓心 靠更近一點 當我的旋心句等於0的時候 這條旋是最長的啦 就是直徑 所以一個圓裡面最長的旋是直徑 那透過剛剛的介紹 如果有人本來其實根本不知道齁 這個什麼叫做旋的話就順便提一下齁 因為這個好像國小就會交吧 應該是齁 就是說這是一個圓的話 那圓裡面畫一條線齁 這樣子 圓周上磨兩點連起來就是旋 那有沒有旋會比直徑大的 不可能 你看我一直往圓心靠近是會越來越長 到直徑最長 然後我假如再過來勒 就又變短了 對不對 所以 一個圓裡面最長的旋是直徑 那順便介紹其他的名詞 就是 國小好像還有一個詞 這個叫公 但是很少在用啦 公型 那 就是我剛剛說這是旋 然後一樣齁 圓周上兩個點 所拉起來的這個圓周叫弧 這個是弧 那另外兩個這個也是弧 所以你兩點可以分出兩段弧 這兩段弧合起來剛好是一個圓這樣 好 那接下來看這個證明的問題齁 圓裡面有一點P 好那 過這一點P可以做出很多條旋 就是說我現在有一個圓 圓裡面有一點P 假如說這是圓心 過這一點P裡面可以做很多條旋 無限多條就是 隨著你的這個旋的角度不一樣 你看這些是不是都是過P點做出來的旋 那這些旋裡面呢 有兩條最特別 一條就是過P點所產生的直徑 就是把P點跟圓心連起來 然後通到遠的兩端這樣 這一條是直徑 還有另外一點呢 就是過P點然後剛好跟這條直徑垂直 這一條 假如叫AB好了齁 那請證明一下齁 這過圓 過P點裡面所有的旋中齁 最長的就是那條直徑 然後最短的就是這個AB 要如何證明呢 想一想吧 如果你有這個 稍微有一點點想法齁 想要試試看的話可以按一下暫停齁 把你的想要的證明的過程想清楚齁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說明了齁 那其實這個證明很簡單 我剛才也都有提到要怎麼做齁 就是提到他的核心的概念 怎麼樣呢 就是你看我可以隨便過P點再做另外一條旋 那你可以說齁 這個過P點做另做任一條旋 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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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XY的旋心句齁 我們假如叫他 XH 符合 符合什麼呢 這個XY XY 一定比OP短 大於0 XY 不是XY OH OH sorry 原形是O H在這裡 這個OH一定比OP短 對不對 因為為什麼 因為它是直角三角形的一股 OP是斜邊 所以OH一定比OP短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什麼 我們剛剛說的嘛 就是懸心劇越長那條弦就越短 懸心劇越短那條弦就越長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XY 它一定比AP長 然後一定比 這個 直徑 直徑沒有去 Q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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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RQ 直徑會拖到底 這樣我們就證明出來,那因為你隨便做一條 你隨便做一條,然後去取,你看我們再做一條 再做一條 我隨便做一條,然後取他的懸心鋸 這樣都可以跟這裡產生一個 因為我過P點嘛 然後懸心鋸會垂直啊,過O點啊 所以我一定可以產生一個直角三角形的 那所以我不管怎麼做這樣子,這個懸心鋸都一定比OP還要短 所以OP是最長的懸心鋸,那AB就是過P點最短的懸 這是證明,所以其實還蠻簡單的 圓歐上有一點A,那試著做一條過A的切線 那這要怎麼做呢? 如果大家還有記得的話 那我們說你講到切線就是 半徑連起來 半徑連起來切線會跟他垂直 所以其實這個很簡單 連接 OA直線 1,2,過A點 做L垂直OA 對不對 那這個怎麼做 還記得嗎 過線上一點做垂線 畫個弧嗎 以A為原心 適當長為半徑 畫一個弧 交 交這個直線OA與XY兩點 再分別以XY兩點為原心 適當長為半徑畫弧 這樣就好啦 這 有幾位手球 可以嗎 下面這題 這個其實是之前的問題的複習 下面這個 AC他說 如下圖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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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4倍AF 所以這裡比這裡其實是1-3 喔 然後他說 A珠是4倍BD 所以這裡比這裡其實是1-4 喔 CE是3倍BE CE是3倍BE 所以這裡比這裡是1-3 要注意喔 就是 他有的時候是短比長 有的時候是短邊 短的這一半比這一半嘛 有的時候是一半比全部 都要留意他怎麼寫的 那他說最後要問你 就是問這個 中間這個DF 和整個大的 三角形的面積比 那其實他雖然是在問DF呢 但是我們假如比 這題其實有點難 不知道大家在寫作業的時候 有沒有成功的解出來 其實他是雖然是問DF 但是我們去比這三個 首先看這個藍色的 三角形他叫做AFD 好 我們拿他來跟最大的三角形比 那你如果今天我把其他的線遮掉 好 那你就會發現怎麼樣呢 這樣子 你就會發現我的三角形是 這樣 那ABC跟AFD的面積怎麼比 這個就應該要會了 可以嗎 這個就應該要會了 ABC跟AFD的面積怎麼比 那我雖然說應該要會 但是不代表他很簡單 但是就是 算是標準的 但是有點難 但是標準的題目 就是你要做這個 一條輔助線 切開來 你要自己想得到 你也可以切這邊 其實你也可以切這一邊 切這邊會比較好 都一樣啊 順序的差別而已 我們等一下再畫另外一頭 來示範 那 所以說AFD呢 三角形AFD 它是 就是 在那個 同底等高的那個部分 教 教大家就是 你如果要比一個 AFD看起來沒有直接跟 ABC 很明顯的有同底或等高 所以你就是從小的往外比 所以AFD先比 ABCD 好 所以AFD是多少的三角形ACD呢 是1比4 他是四分之一個三角形ACD 那三角形ACD呢 這邊是4比5 所以三角形ACD是五分之四的 他用黑色 他是五分之四的三角形ABC 可以嗎 所以其實三角形AFD是 五分之一的三角形ABC 這好我們就不行了 因為我們的位置很小 同理呢 我們可以 我們剛剛說要用另外一頭來 來推 也就是說我剛才這個 ADF 在這裡嘛 對不對 這個1比3 這個4比1 好 那我剛才是拉這條線嗎 如果我今天不拉這條線 我改拉這邊 也可以喔 那你的這個式子就會寫成 ADF 是 比這個ABF 那他是ABF的五分之四啊 然後ABF就是這一塊 又是大的四分之一嘛 所以他是五分之四乘以四分之一的 ABC 那你會得出同一個結果 可以嗎 那比完這個同理我們來比 C C F C E F 那一樣喔 做一條輔助線 那一樣喔 CF4 我既然是要跟這個比嘛 我要從這裡比這個 再用這個比全部 所以CF是大的 1比4 那個BCE的1比4 所以他是 四分之一的三角形 BCEF 然後BCEF呢 又是大的四分之一 四分之三 三比四 三比四 可以嗎 好 OK 所以他是 呃 這樣呈起來是十六分之三 那我們一樣不成開 然後另外最後這一個是底下扁的這一個 BD1 三角形BD1 那我們一樣做一條輔助線 做這條好了齁 BD1 4A B1的幾分之幾啊 有看出來嗎 他是 這段4這段1 但是整段是5 他是五分之一 所以他是 BD1是整個的四分之三 好 這裡 好 對不對 他們底是 如果 如果在底在同一條直線上的話 就會等高 所以在等高的情況下 這邊是四 欸 這邊是三 這邊是四 所以是四分之三 三角形ABC 那最後齁 最後這一題 最後的計算寫到上面來 所以三角形D1 E F 就會是 幾個 三角形ABC呢 1-1 減到這裡有五分之一 1-5分之1- 這裡有16分之三 這裡有 20分之三 所以是幾個 1-5分之1- 通80 80分之80-16- 5乘13是15,减4乘3是12 所以这边减了30 31,12,43 80减43,剩37 直接写这样 最后是问ABC比DF 所以说ABC比DF 7分之八十 来刚才的简单的问题 这两题不知道你们做出来呢 我们刚才其实有稍微提醒过了 注意这个直角三角形不要做到这一头 那如果你看到一条弦就取出它的弦心句 这里连起来就会有一个直角三角形 那如果他跟你说AB是直径 CD是8,所以这里是4 AP是2 那问你BP是2,那问你AP是多少 你也可以设AP但是比较不好写 我们讲设半径比较好写 设半径是R 这种问题通常都是设半径比较好写 那设AP也可以啊 因为你如果AP设X 那直径就是X加2 那半径这里CD长半径就会是2分之X加2 就比较不好写而已 其实还是可以算 那如果你把半径设R 我们最后要算都是要利用这个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币式定理 那如果半径设R的话呢 这里是4 这里是 这种题目的重点就在于这里 因为R这个地方出没两次 这一条也是半径 这一条也是R 所以我们几何上的解题之前有跟大家提到过 几何上的解题列是就是说 我也可以用A表示这一段长 我也可以用B表示这一段长 那我就解开 又或者说我们在设X的时候我会说怎么样 要设哪里有X比较好 设那个到处出现的 所以这里有半径 这里有半径 这里有半径 对不对 所以这一段也是R 所以设R会比较好 那你设R之后这个是2的话 这一段就是R减2 所以你就会发现R平方会等于4平方加上R减2平方 那 我就告诉你R是5 它是345的只要有三角形 那不是说我就瞎猜就是5 而是它真的就是你去算就可以 你如果想要拼拼看 反正一两秒的时间就猜一下 搞不好是345 赶快也计算一下 如果这是5这是3这是4 OK结束 对不对 可以试试看 因为答案有时候追求整数 那你知道整数的这条三角形变长也不多 然后所以说 这个时候 整条 整条是5 半径是5 那这个就3 所以这个是5 所以AP其实等于 5加38 5加38 下面 这是同心圆的情况下 一样 坐旋心句 坐旋心句 那这一题比较特别就是因为他只有给这个是12 他也没有给说这段是差多少 所以没办法像上面那样解 他是解不出来 解不出来的情况下呢 他的答案是刚好不需要解出来的 如果小圆的半径是小R大圆的半径是大R 那因为他问环状面积 环状面积要怎么求 环状面积其实就是 πR平方嘛 所以他是R平方π-R平方π 对不对 也就是 R平方-小R平方π 那大R平方-小R平方是多少呢 刚好这里有一个直角三角形 AB长是12的情况下这里是6 那你就会发现大R平方-小R平方就是 6平方 要注意喔 不是6喔 是 6平方 所以 答案呢 就是36排 可以吗 可以吗